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Marco Polo Mandarin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常常和通常 那这两个词呢 在英语里都有often的意思 在中文里我们应该怎样用这两个词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相同点 第一 他们都是副词 都可以表示事情发生了很多次 第二 他们都可以在后面加否定动词 好 下面是他们的不同点 第一 常常强调事情发生的次数多 而且每两次之间的时间隔得比较短 而通常呢 只事情在一般平常的条件下发生 不强调两次之间的时间长还是短 第二 常常的否定形式是不长 而通常一般不能在前面加不或者没 第三 通常可以放在句子的开始 用逗号跟主语分开 也就是通常 commer subject 和别的内容 第四 通常还可以做形容词 放在名词 放在名词的前面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把这两个词放在句子里 首先是常常 第一 工作忙的时候 我常常没时间做饭 只能叫外卖 第二 为了保持好身材 他常常一两天要运动一次 这里的常常也可以用通常 第三 我不常看新闻 都不知道最近发生了那么多大事 好 下面是通常 第一 我通常六点钟起床 然后去公园打太极拳 第二 通常 有冲突的时候 人们都认为是对方犯了错 看在这个句子里面 通常 然后有一个逗号commer 然后 才是句子的别的内容 第三 通常情况下 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都很简单 感谢 感谢 感谢